好在国内呢传出了这个嫌人这个社会薪资呢 在一刚出来的时候才赚22K 结果有男子竟然呢 竟因此不满不工作而跑去抢劫 这是在新北市一名男子就是因为嫌人薪水太少 跑去抢抽伤 而整个犯案过程都被监视器拍摄下来 大热天的一名男子穿着厚重外套 还用帽子盖住头 让店员怎么看怎么怪 没想到他一个剑步一把抓住女店员 还拿出水果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对方简直吓坏了 嫌犯说我只要钱不会伤害你 然后拿了收银机里的4500元赶紧绕跑 大胆抢超商竟然是嫌弃 一般的工作薪水22K赚太少 对于现在的工作环境2.2K的行政来讲 他没有办法开销 所以才会做犯案 警方调阅监视器一查 锁定了家住附近的陈姓男子 当时远警上门找他 只说你知道我来做什么吗 没想到嫌犯竟然回答 你去调超商的监视器 我穿的衣服不一样 远警说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超商抢劫 陈姓嫌犯当场露了线 他的母亲也向远警表示 厨房里的水果刀不见了 当场下跪 嫌犯看到这个场景 只好乖乖从口袋掏出4500元的赃款 坦诚犯案 陈姓男子一看到媒体口出恶言 可不耐烦 警方查出嫌犯根本没在上班 也懒你的找工作 没想到却拿薪水少 当借口去抢钱 这下子真的不用找工作了 得去吃饶饭 中文小华庄罗安智新闻市报道